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暗示一些行动正在进行中 而同一天 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在联邦法院正式起诉拜登政府 认为其暂停驱逐某些非法移民的命令是非法的 要求撤销 综合报道 川普22日在佛州棕榈滩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用晚餐时 被华盛顿观察家报记者问道关于未来的计划 川普简短地回复 我们会做些什么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这是他卸任后首次与媒体对话 随后 他的助理有礼貌地打断了后续提问 川普于20日总统拜登就职典礼前不久 抵达他的海湖庄园 尽管川普几乎没有透露他卸任后的计划 但不可否认 川普仍被外界视为2024美国总统的强力竞争者 先前有报道指川普计划筹组政党 他也在告别演说中宣称会以某种形式回归 不过22日传来消息 关于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已确定2月8日开始进行参议院审判 若弹劾成功 川普恐会失去再次参选总统的权利 根据目前参议院的形式 需要有至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弹劾案才能通过 同样 在22日当天 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在联邦法院正式起诉拜登政府认为其暂停驱逐某些非法移民的命令是非法的 要求撤销 拜登在上任当天就签署了若干行政命令 对前总统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戴维·佩克斯克20日发表备忘录 要求对目前移民执法的政策进行内部审查 从1月22日起 暂停驱逐某些非法移民 为期100天 在起诉前一天 帕克斯顿写信给佩克斯克向他成名利害关系 希望他能取消这个非法的不合理的驱逐出境禁令 否则将发起诉讼 根据去年12月31日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和美国土安全部前代理副部长 肯酷吉内力签署的一份协议 美国土安全部要在采取任何行动或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与德州进行协商 在起诉之前 帕克斯顿在推文中说 当拜登政府犯法时 我会采取行动 我已经告诉国土安全部立刻取消其非法的不合理的驱逐出境禁令 作为总检察长 我将永远把美国人 德克萨斯人放在首位 而不是必须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的异国人 北京当局制裁28名川普官员持续在美国政坛发酵 一名联邦参议员22日表示 此举显然是要恐吓拜登官员 让他们不敢对抗中共 中共驻美大使若涉入其中就该被驱逐 拜登也应以制裁回应北京 中央社报道 中共外交部选在美国政权交接之际 20日突然制裁28名前总统川普任内所谓的反华政客 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利·霍恩 立即就谴责这一举动 他告诉路透社 在就职典礼的当天实施这些制裁 似乎是在试图利用党派之间的分歧 不论属于哪个政党 美国人都应该批评这种徒劳无益和恬不支持的举动 22日 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在参议院院会中表示 中共这是针对美国对中政策独立性的直接攻击 目的也是胁迫拜登政府官员 科顿当天呼吁拜登 应把制裁视为中共在他上任首日对他外交政策的攻击 并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 也应以制裁回进负责这项胁迫行动的中共官员 此外 未来应避免提名与北京在专业或财务上有往来的人士担任高阶职务 因为光制裁的威胁就可能让他们妥协 科顿还强调 拜登应确定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是否有涉入制裁作为 如果证实存在 崔天凯应该为试图推翻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分作为 立即被驱逐 拜登20日在就职典礼后 在奏乐声中走上白宫北门廊的台阶 向群众挥手致意后 转过头却面对一扇关闭的大门 过了令人尴尬的十秒钟以后 大门才终于打开 此事显示了总统选举到就职日两个多月来的失序 一名在白宫任职超过30年的官员表示 这件事情不符合常规 令人困惑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拜登与妻子吉尔现场被关在门外时 令所有在场的人不知所措 好在约10秒钟左右门被打开了 对此 前美国总统布什的白宫社交秘书伯曼指出 在拜登到达北门廊时 门未打开并不符合规定 在白宫任职30多年的白宫资产管理总监 蒙克曼也说这件事情令他有点困惑 目前不知道为何大门并未及时打开 在过往通常是由海军陆战队的官员负责 但白宫官邸总管在5个小时前已被革职 上任短短几天 拜登遭遇的尴尬远远不止这一幕 在1月21日的白宫记者会上 福克斯新闻记者提问 为何拜登20日刚刚签署 在联邦机构必须戴口罩的命令 而仅仅几个小时后 拜登和全家参观林肯纪念堂时 自己却没戴口罩 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 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 只是表示 拜登参观林肯纪念堂 是为了庆祝美国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记者现场追问 拜登经常强调榜样的力量 他自己的所为是一个好榜样吗 普萨基依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表示 拜登20日晚参观纪念堂时 周围只有他的家人 普萨基最后说 目前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 需要担忧 随后拒绝该记者的继续追问 转向其他记者 拜登当晚在推特上回应称 戴口罩不是党派问题 而是一种爱国的做法 所以他才要签署行政令 美国司法部官员正在考虑一项特赦计划 将对隐瞒千人计划的美国研究人员 执行如实申报 换既往不咎的政策 允许美国学者披露过去接受的外国资助 而不必担心因披露受惩罚 华尔街日报22日引述之前是消息说 包括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 约翰·戴莫斯在内的司法部高级官员 最近几个月已经讨论了这一计划 并分发了一份草案 正在考虑的特赦提案 类似于十多年前联邦政府的一项计划 指该计划旨在鼓励拥有瑞士银行账户的美国人 报告这些账户 当时美国国税局正在加紧努力追回 因海外逃税而损失的数十亿美元 报道称 司法部官员对特赦计划的考量是 让美国政府解决既支持国际学术合作 又能同时确保研究人员 披露外国资金来源的问题 自2019年中期以来 美国联邦检察官已提起了十多起刑事案件 指控美国学者在接受中共政府资助问题上撒谎 或指控中国访问研究人员 隐瞒其与中共军方的关系 其中一些案件已经有人认罪 华日报道援引之前是表示 正在讨论的计划可以让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确定外国资金资助美国研究的范围 同时帮助把调查重点放在他们认为的 构成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人员身上 但该计划尚未实施 一些检察官担心 此举可能会削弱现有的案件 拜登政府刚上任 尚未明确表示 他们将如何处理针对两头拿经费的美国学者案 报道说 先人和前任司法部官员表示 他们预计司法部在处理与中共有关问题上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一年前 1月23日的凌晨 武汉下达紧急封城令 数十万武汉人在他们的城市彻底封死前逃走了 留下了大部分市民陷入水深火热 1月23日为武汉封城一周年 新冠疫情还在烧 不过中共上至习近平下至官媒 不是无人提起 就是全以正能量的方式来做报道 只剩下中国网友们的议论纷纷 一位武汉新冠患者遇难者的家属这样说道 不发生并不代表他们心中的愤怒消失了 法广刊发的评论文章写道 早在去年9月8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迫不及待的宣布 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 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还有 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 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这个海口夸得太早 几乎没有国家领导人早早宣布胜利 更不敢说创造了一个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现在中国疫情又开始反弹 习近平又该怎么解释 同时 北京当局被世人指责的恰恰是在疫情爆发初期 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 而是隐瞒疫情 错失了三周多最宝贵的时间 最终导致出现今天的新冠大流行的局面 美国之音的文章写道 此刻张海父亲的骨灰还躺在武昌病疫馆里 去年1月 父亲到武汉一家医院治疗 腿部骨折 在院内感染新冠病毒 15天内便撒手人寰 去年4月 张海控告武汉政府瞒报疫情 案子一路入禀最高法院 此间他不断受到登局骚扰 说起过去的2020年张海有些哀伤 我们这一年就是活着 为活着而活着 其他家属不发声 并不代表他们心中的愤怒消失了 湖北武汉封城一周年之际 在武汉长大的原湖北作家协会主席方方 对苹果日报表示 自己很担心国家会重新回到文革时代 永远都会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痛 但也有人会一直记得那份痛 甚至还会有人的伤疤永远不会痊愈 正是有这样各种的人 社会才是一个丰富的正常社会 时事评论家中原撰文指出 重要的日子被中共政权刻意忽略 党媒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由此可以看出 中共高层反思的问题 依然是政权生存与否 而非中国民众和各国人民的生存 中国在美国技术封杀下 正投入巨额的资金追求 科技业自给自足 但中国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表示 中国科技业只有在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 才可能自力更生 而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 没有全球共同的努力是不行的 更称自己不赞成片面的提自主创新 陆媒援引华为新生社区 在22日刊发华为总裁任正非最新内部信 任正非在信中指出 华为过去三十几年的战略假设 是依托全球化平台 聚焦一切力量 攻击一个城墙口 实施战略突破 但现实却不负理想 并迫使华为必须全面靠自己打造产品 然而这却和华为的能力 与战略极大的不匹配 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任正非更表示 自己不赞成片面的提自主创新 因为中国科技业只有在 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 才可能自力更生 相对的 引领性尖端技术 不仅没有人验证过 也根本不知道努力的方向 因此没有全球共同的努力 是不行的 且华为在产品生产和科学研究上 不全球化是不行的 而虽然华为是美中贸易战中 美国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 但任正非称 美国依然是世界科技的灯塔 我们依然要向一切先进的人学习 而华为在美国的制裁下 更表现出求生欲望 让公司变得更振奋 针对任正非的上述言论 盟友纷纷替任正非担心 马云直言哀整就在眼前 任总这节奏难道是要学马云吗 还是优质点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